在西西兰价值89万的房子长什么样 然后看看它一个州租金到底是多少 这套房子的区域呢 跟Takapuna这个区域紧挨着 Bellement 这套房子呢 属于以前的那种Unit单元房那种 然后它总面积是100平 然后基本上是没有院子 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量衣空间 然后呢它是两房 一微浴一个车库 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格局 像这种房子呢 很适合那种一家三四口那样的 比较适合 说一下人们最关心的州租金 它的价格在550到600左右 然后不包括水电网 所以呢综合下来 它的州租金还是很多的 全场公寓呢 在学校附近的那种比较适合学生 那种租金呢 大概在300左右 这个样子 不同区域好的区域会更高一些 所以呢很多人都会很苦闹 挣点钱都搭给这个房租了 确实西兰的房租高的离苦 很多人都很难接受 但是没办法 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因为有人欢喜 有人忧 所以这种价格您能接受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好今天视频就非常早 咱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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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